那说不定是哪漂亮的另一块板子 这什么 鸦毛 不可能的 哎呀 你别糊涂了 现在不是你嫁不嫁他的论题 这万一要上官府推套了 咱们知情不报 那是要掉脑袋的 娘 你咋糊涂了 这三名菜的店 合着跟梁山探戈一起菜店 通不了头腹的干系 是啊 这梁山这边也不是好惹的 那是有机会 他有一些 你一家 在年轮上 你一家 你一家 你一就一家 这家 你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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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cakes 我 Want 是吗 在哪儿 快拿给师父看看 也许我会认的 不巧 我娘已经交给高于侯了 啊 别紧张 我只是试探你一下 看来 你真是良心探你 不许胡说 我在马车上 看见你抽出那一整块板子 在哪里 你接下去吧 我挺不错 而且你放心 我绝不喊一声 滚小船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看到我脖子上的伤了吗 那是我娘要去告发你们 我拼了命 把铁牌架在自己脖子上 才拦下来的 现在 你却又杀我 对不起 我有些冲动 我要是你们的敌人 我开拼了 我拼了 但是我去 你却没有 那你不办 我不是 我这去 我都能拼了 我 你不拼了 我拼了 你不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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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拼了 你不拼了 我拿了木板滚蛋 这小丫头一步一步安排的还挺紧的 哎 他就这么欺负我 你就一句话也不帮我说吧 哎呀 他把木板藏起来了 这隔壁高远的人还虎视眈眈呢 我这是要为了稳住他 不就回来跟你商量了吗 商量不了 这梁山上军师还在等着啊 你别忘了 你的军令状 这一步 真是投水自泣 好了 你就先忍让一下吧 哎呀忍让 忍让个屁啊 哦 你倒好 啊 回头军功你也立了 还在这儿领了个小媳妇 那你让我这皇礼婆怎么办啊 好了 我这么做 不就是为了先稳住他的情绪吗 谁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 人说马上结婚 你没反对啊 好了 你看你怎么还哭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吃席的时候我跟他就说 高求的大军马上走到 你就别在这里磨蹭了 要是坏了咱们梁山的大事 咱们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傻呀 不早说 好了 我跟寇寇周选着 尽量拖延婚妻 你呢 就简快带着十块木马 赶回咱们梁山 寻找破解之法 高一好 那铁掌柜许下亲事 要把寇寇嫁给红掌柜 想请您当个整婚人 胡闹 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军级大事吗 是属下欠考虑了 把蓝的小羊兄弟们 乐呵了很大 既然以后发了话 我这就去把他回绝了吧 来人 高一好 怎么回事 护员出事了 那个小木匠说他喜欢寇寇 哭得死去回来 闹着要自杀 高乔你办的好事 还说要是不合他的意 就把老爷的土纸全都烧了 那他也敢 那自然是不敢冒犯您的虎 死到临头还敢瞎折腾 不 罢了 高太尉随时都会到 还是稳住小木匠比较好 把这么闹下去 这搞得老爷子画不了图纸的 我说的都是对牛弹琴是吗 这次说什么也不听您的 好 咱们这次咱们收拾你 您上次要是听我的 咱好好跟高大人合作 至于被关在这儿吗 给我闭嘴 以后少给我扯这些 这 要是再听您的 我心上人口口 又得嫁别人 哟 您 师父 大热天的 动什么干火啊 去 不就是娶个媳妇吗 我给你做主了 高大人 谢过高大人 我就是要娶口口 你看是人家姑娘 人家是不是开得上你 老爷子 老爷子 你放心 我 就给他说喝说喝 老爷子 这可是喜事 这些天 基本也太紧张了点 要稳住他 然后缓和一下 我去给小木匠提亲 那他们明天就把事情办了 就在这东山客栈 让弟兄们热闹一下 明白了 一切已斗未斗 从现在开始 你就盯着老母家画图 画图画不完 我就没法送他们上提亲 对 不过 您亲自去提亲 是不是太给他们面子了 这要弄安抚老东西画图呀 什么条件 你都先糊弄地按着 反正 这东山客栈里里外外的人 都活不了几天了 是 让过来 这两个人啊 来陆不明 要是过两年 他跑了 看你怎么办 我会马上给他 生个一儿半女 拴住他 看他能往哪儿跑 这婚事 我不能同意 这两个问题太大了 班长 如果有了更合适的人 我肯定不让你这样 下级随机 我认了 有人来了 铁掌柜 恭喜铁掌柜 铁掌柜 铁掌柜 您的女儿 拜承告命夫人了 这 岂从何来啊 这哪儿来的消息啊 我丈夫一个开毒馆的 他能当大官啊 是这样的 后院的叶师傅 托我来提亲 他用不了多久 可就是无品官了 我这里明天就要拜堂了 您还跑过来提哪门的心呢 高大人说的是 被软件的小子吧 您这是开什么玩笑啊 铁掌柜 所言诧异 他们俩不是什么软件 而是因事关重当 除了是我负担不起责任 所以 这才派重兵打扫 不让我出门的 啊 那 我还真没看出来 邹大人 你 他们是干什么的 军机大事 还是不知道为好 这么跟你说 用不了一年 这父子俩 必然是高官得座 俊姆得齐 后口若是嫁给了他 迟早是告命夫人的份 但真 就连夫人您呐 也跟着詹光呐 到时候 谁还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呢 我背后掌柜不嫁 几乎就在眼前 好好想一想 你愿意嫁您嫁去 对了 他原来不是还有个老木家吗 娘 我看您直接嫁给他得了 铁掌柜 说实话 等来年这两父子封楼官 那全是可大胆了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先走了 想好了给我个规划 高大人请留步 那红掌柜 哎呦你别瞒着我 那红掌柜他 他不是他是 那个红掌柜我去打理 娘您就不用管了 小小姐 小通啊 小小姐 两情折磨而起 高大人取了名路 小女子再不理情 那几个是太不识台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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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去给那边回信 嗯 嗯 娘 你也害死我 靠靠 这可是一次机会呀 反正 你再带你了 我看你怎么研讨 那能不能 先不接把红掌柜啊 嗯 没问题 我让你擦擦细细 架比小样子 新郎官的 新郎官 来我看看 哎呦喂